是锦赛女子预赛 维小元全能赞第一 李诗佳两项掉落 北京时间10月18日 2021年世界体操锦标赛 在日本北九州市拉开战幕 在首日一早进行的女子项目资格赛中 中国选手直流罗蕊没有出现失误 而维小元 李诗佳和琪琪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 按照比赛规则 资格赛中各个单项的前8名和 全能比赛的前24名进入决赛 维小元以难度分5.700 完成分6.933 总分12.633分赞列第6 李诗佳以难度分5.900 完成分6.700 总分12.600分赞列第7 能否晋级决赛 还要看后面选手的表现